先撫慰了讓夏平地區的好環境能更為推廣以帶動觀光發展 經縣立委蔡孟兒建言後 透過立委許淑華馬文君協助下 成功向中央爭取經費補助 計畫將在夏平地區政見步道 非常感謝我們蔡孟兒議員在議會提出執行 一定要我們縣政委要來做 我們透過許淑華立委馬文君立委到中央 幫我們關心幫我們爭取 終於把這個美夢就能夠實現了 我們非常感謝 縣長林明珍日前也鑽成前往竹山 向向鏡說明此消息 並希望步道能夠緊述完成 供證明到此尤其 今天我們就提報計畫 到營建時爭取這個前瞻性的建設 大概是860萬 我們縣政委要配合160萬 總共1000萬 今天就把整個計畫的規劃設計好了 來到這邊向地方做一個說明 希望盡快地把這個工程做好 讓我們竹山證明有一個 另一個不同的環境 讓他們來享受這個優美的空間 縣永遠參夢而感謝縣府團隊積極協助地方建設 希望日後步道的完工能帶來更多的人潮 很感謝我們縣政府在夢而極力的爭取之下 今天終於要會堪了 那會堪之後呢 盡快的盡短的時間來施工 那也希望說這個步道能夠跟之前的自行車步道有個連結性 讓我們這個自行車步道能夠更美 更能夠吸引我們全省的觀光客人來到這邊 夏萍地區環境優美透過步道的增設 也讓環境更為加分 先遠如瑞芳感謝縣府團隊的用心 北里空氣都很好 早上傍晚很多人來家運動 還有遊客也很多都來 還有生態 你這茄子旁邊 黑生態 魚蝦也是很多 感謝我們縣長 還有我們縣政府的這些處長 公共處長 爭取全山計劃這筆款項來 造成地方上更加的美麗 議長何勝峰肯定縣府團隊的用心 也期待日後步道完工後能成為地方新景點 吸引民眾到此遊企 依然在地優美風光帶動地方觀光發展 記者盧玉凱 竹山採訪報導